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比较小 脚跟心脏的血管会比较大 如果要讲哪个血管比较快阻塞 就是说阳气血管会比较快阻塞 如果没有把这个病查得好 照顾得好 那就很可能在起来过后 那个病人可能会发生血管阻塞病 就是说心脏病这些等等中风 一项调查预测 到了2025年 全亚洲阳瘟病患将会增加至1亿9990万人 相当于全球每三人就有两位亚洲人不止 一般导致男性勃起障碍的因素 包括了血管 神经与心理 而在马来西亚 不只主要发生在50岁以上的男性身上 而大部分是因为个人的健康因素 例如糖尿病 高血压 肥胖 损伤了神经和血管功能 导致勃起出现障碍 心理引发布局的病例则占少数 那么男性要如何知道 布局已经早上你了呢 如果一次可能是醒的问题了 可能那时那天比较累了 如果很多次了在一两个月 每次要勃起来也不能勃起 那就说已经是病了了 每次要全照了了 如果他在早上醒的时候 他有阳气勃起的能力 就说很可能他养胃的问题 是心理的问题了 如果他早上醒的时候 也没有阳气勃起的话 就很可能是血管或者神线的问题了 那么究竟要如何预防养胃呢 资深营养师罗福胜 建议遵守无少原则 确实在国内很多的男性的 这个养胃问题都是血管问题导致的 比如说他的末少血管的循环不好 然后呢或是有阻塞 甚至是一些是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 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有时候会被我们的生活习惯 跟饮食习惯所引起的 那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无少的原则 那第一少就是我们要 少粽浴 少药物 少熬夜 少油跟少糖的这个饮食 那也就是我们要少研究 而所谓的少糖也包括了 尽量少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例如糕点类和面类 而南瓜籽 全骨类 海鲜类以及棒类等 因含量丰富的食物 则有助于提升精力 体力和性能力 当然还可以透过药膳来调理身体 其实冬虫下草它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男性荷盟的分泌 然后也可以提升男性这个性功能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添加在不同的这种像鸡肉啊鸭肉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穿背都可以变成药膳来一起敦住 其实冬虫下草它是属于这种温补的这种药膳 所以当孕妇啊或是小孩子啊 甚至是我们身体处于这种感冒的状态的时候呢 是不鼓励我们吃冬虫下草的 最后罗浮胜营养师也提醒 相比起手机放口袋 辐射所产生的杀伤力 男性更应该要避免穿紧身的裤子 以及避免长时间让下半身处于高温 因为这样不仅会对金子造成伤害 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口袋健康是由与人生荣誉呈现 鱼人生守护精彩人生